大家好,今天是7月28日星期四 先在104财经科专题环节的时间 先看看今天大事的走势 今天早上高开35点 之后恒指持续是一个很淡增持的状况 一度下跌102点,最多升136点 但最终未能够站稳10天线 收报在20622点 下跌47点,跌幅到0.2% 另外国资方面收报7082点 下跌88点,跌了0.1% 科指是跑赢大事 最终收报4552点 升到15点,跌幅到0.4% 另外市场官网美国的GDP数据 就会稍后公布 亦都见到大事成口金额 今天只有902元 已经是连续5个交易日 都是一个不够千亿的状况 接着我们就会进入到 专题演习的环节 我们先请准备Kelvin 大家好,我们来到这个专题演习的环节 今天想和大家讲讲这只股粉 这只股粉 我不知道大家對於網易有什麼獨特的感情 它有沒有跟你的生活息息相關? 我沒有 我沒有玩過這個遊戲 不是這個遊戲其他遊戲嗎? 有 我真的有 我現在手機裡有一款遊戲是網易的 是Marvel的卡牌遊戲 Marvel卡牌? 沒錯 我本來也曾經是網易旗下的一款 什麼呢? 遊戲的擁擠 難道是哈利波特? 對 哈利波特 魔法覺醒 但是今天我們的主角也是暗黑破壞神 我們先說回這個暗黑破壞神 等一下可以說說我們對於網易遊戲發展的看法 作為玩家 其實這幾天 看到有很多大行都陸續唱好緊網易 為什麼呢? 又將它的評級都排在買入 推薦等等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因為期待 暗黑破壞神可以帶來的 盈利的貢獻 其實看回這款遊戲 暗黑破壞神 是一直都被形容為爆款 它之前有試過推遲上線的國服版本 即是內地的版本 曾經因為推遲上線 都對網易的股價造成過一定的壓力 現在看到它已經修復了那一堆的跌幅 最終就簽呼萬換此出來 這個國服版本在星期一就上線 我沒有記錯 應該是上個月左右 那時候就傳出這個消息 我都滿心歡喜 那網易不是應該好收得嗎? 我在做其他節目的時候 都有跟嘉賓討論過 結果 那時候是真的有升到的 慢慢升 但誰知道有一天它宣布說 它要延遲去推出這個遊戲 哇 就倒水了 立刻 但是最終就是這個星期一 我們看到它成功上線 這個國服版本 立刻第一天就已經位列了 中國iOS免費榜榜首 以及iOS暢銷榜頭10名 所以有這個表現在這裏 也有分析員認為 它上線第一個月的流水 有望達到4億到8億元的兩級 但是你本身有沒有接觸過這個遊戲 這個遊戲我是沒有的 因為這個遊戲其實是很多年 即是很長的歷史 我知道 我知道 它是全球 全球有很多的粉絲 Diablo 通常在電腦版 大家很踴躍 它有Diablo123 粉絲是追得很足 現在它出了手機版 大家都覺得 延續神話的一個 而且整件事更方便了 可以到處玩 對 還有 那些粉絲一追開的東西 就算你不玩 你至少下載下來 看看它 就是我對Howard波特的感受 但是我想問 如果他們本身已經有電腦版 他們再玩這個手遊版 是不是那個帳戶可以連接 這個我真的不清楚 但是我相信 就算不行的話 其實都沒有所謂 都是兩種不同的體驗 應該會是 為什麼Calvin說 它都算是一個非常知名的遊戲 它是這個寶雪娛樂旗下的知名IP 其實一直以來 大家都覺得它會成為網易的重要催化劑 之前根據Sensor Tower的統計數據 它出國服版之前 都有一個海外版本 那個海外版本 暗黑破壞神不撈 出的第一個月 都是有1500萬的下載量 和5400萬美元的預計流水 即當時的海外版本 而如果看回它6月份 在這個中國的手遊產品 海外市場的那個榜裡面 它是空降了到第三位 所以看到其實它的海外版本 都給了很多信心 大家覺得它的國服版本 會一樣有一個很好的表現 再加上 其實因為它有兩個重要的意義 一就是在海外的市場很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現在內地的遊戲監管 即是不明朗金數太多 大家就會期望 會不會有些海外的遊戲IP 可以令到大家覺得它比較穩陣呢 這個就是海外市場的重要據點 而同一件事 就可以看回內地的反應 因為這次它終於有一個這樣的遊戲 可以在內地上線了 大家也覺得 是不是就是說 對網易的那個遊戲監管會放寬呢 所以無論是對海外的市場來說 還是對內地的市場來說 大家都好像覺得這個暗黑破維神 很有一個代表意義 不如這樣說 我們做一點預測吧 即是我們 嘗試根據網易的上一隻爆紅遊戲 去預測一下它的走勢 哪一隻叫它上一隻爆紅 會不會就是哈利波特 哈利波特原來是爆紅遊戲 我記得它出的時候 大家都說 大家都說 大家都說網易 嘩 盈利一定很厲害 哈利波特 如果它真的像哈利波特 我就不太樂觀 為什麼呢 我本人呢 就是 忠實 Die Hard 就是我很喜歡哈利波特的 從小到大 所以 我甚至少很少玩類似的遊戲 我都在哈利波特魔法覺醒一出的時候 就下載了它 其實它還沒出的時候 我就下載了它 那你覺得它有什麼問題呢 它最初是很好玩的 但是呢 笑一笑 它最初是很好玩的 又很投入心力去玩它 但是它那個晉升制度 就很奇怪的 它每個月重新新改變的時候 它就永遠把你蹬回一級冬菇 於是你就永遠都爬升不到 你可能爬升完一級兩級 然後它又蹬回你 你就覺得你在這個遊戲裡 一來沒有進展 二來它會起格的 你在玩現場對戰的遊戲 但是你那些魔法的施行是會起格的 你的掃把的飛行也會起格的 然後又有很多那些 可能你用的道具本身存在 它又突然間會不見了 但課金它會不會解決到的問題 是不會的 你課不課金都是一樣的 即是它對大家很公平的 那還有它那個 它那個更新 或者它加的新東西是加得很慢的 即是它好像每個月有三樣東西 即是它沒有足夠的元素 它會吸引你繼續玩 是的 還有它那個賣點其中一個 是它那個社交因素 即是你可以跟你自己學院的朋友 即是做朋友 然後你可以有自己的室友 又可以跟其他人一起上課 但是呢 亦都因為它這個社交因素 所以導致裡面的氣氛都很奇怪 是的 希望接下來這隻暗黑破壞神 就不要重蹈之前哈利波特的覆轍 如果解決到這些問題 那應該網易的股價有機會破頂 如果看回網易其他遊戲 即是有一個叫無盡的拉格朗日 那這隻遊戲呢 它6月的收入已經環比增長了1.63倍了 那雖然我不是覺得它是那些眾望所歸遊戲 但是它也有一個這麼大的增長 也都濟生到內地iOS手遊市場的頭十位 另外有一隻永劫無間 就上個月有登陸了Xbox 它的表現也是大家可以看一下的後續 還有哈利波特的海外版 會在第三季上線的 不知道會不會都叫做發一發力 其實哈利波特我現在也是不捨得刪除的 但也真的很久都沒有上去玩的了 我也希望他們可以好好地改善遊戲裡面的一些Bug 我們今天就是想跟大家說一下這個暗黑破壞神 和網易 多謝大家